潮流雜誌舉辦創刊活動 吸引眾家藝人齊聚 不過媒體焦點卻全在今日平面媒體驚爆 林俊傑JJ傳出與新興主持人翁姿脈蜜戀的新聞上 我想說可能有一些誤會 因為當天我們去唱歌 我去唱歌算是去接續不同的包廠 其實我是去觀影祝他生日快樂 剛好是在同一間的KTV 老實說其實跟他沒有很熟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小小的誤會 其實我覺得最近的我還蠻享受單身的生活 都是跟自己的好哥們 像張卓南每天都跟他耗在一起 還有懷秋 對 跟懷秋跟張卓南 我們三個男生其實都還蠻每天黏在一起 所以蠻享受單身生活 所以我還蠻打算打算繼續這樣子下去吧 林俊傑撇清不實非文 一樣惹上桃花新聞的還有大嘴巴的主唱艾莎 對於有日本男模被拍到出入他家儀式 他也澄清兩人關係 沒有啦 其實那一天就是我 因為我平常的習慣就會請朋友到我家 因為我很愛煮東西 然後會請朋友來我家吃飯 那也是我這個生活裡面很習慣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剛好就是有這樣子的報導 我也有一點被嚇到 所以不是哪裡有朋友 不是 不是 那是